立法院延會持續審查 全民共享特別條例 總預算3800億 其中1800億發現金 1000億還債 1000億用在強化經濟 與社會任性 3800億的預算 竟然只有六頁的報告 強化經濟與社會任性 九個字就值1000億 藍軍炮轟大有問題 根本想把私房錢 綁在人民的6000元 偷渡到口袋裡 其他的都來搭便車 來騙錢 當時經濟部的振興商圈的活動 美花它不是來推銷商圈 它來推銷臨場主 未來的所謂的任性經濟 民進黨的部會首長 配合選舉來綁莊的話 不是還稅於民 根本就是跟人民在搶錢 操縱的錢不願多發給百姓 到底花到哪裡去 大觀禁這樣回答 政府把錢拿去補電價黑洞 臺電虧損累積五千四百億 經濟部爭取四百億補臺電虧損 拿操徵人民稅收的錢去補 今年四月又要漲電價 藍軍炮轟根本不合理 作物的人員政策 要全民買單之後還要漲電價 雙重剝削人民 國民黨團主張發一萬塊 而且不需要舉債 但朝野協商沒有共識 特別條例今天要出委員會 恐怕有難度 國民黨團強力主張 每個人花一萬塊 盡快發放 而且不需舉債 請財政部短期調度的方式 講都是天望一談的事情 它會期望一個月 時程最快 賺起來大概四月了 開春後二月底領紅包 恐怕無望 不願慷慨發一萬 更讓百姓納悶 操縱的錢到底花到哪裡去 記者 陳陳茂林佩傑 S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